喝酒 美羊人啊 小美羊 小美羊 喝酒 陆总 我真的不会喝酒 咱们是不是该走了呀 一晚上一倍都没喝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喝得差不多了吧 咱们走吧 喝一杯 不是 我真的不会喝酒 真的 不会喝 你干什么的我不知道 我干什么的呀 你猎头公司不赔客户 你赔客户不喝酒 你尊重一点陆总 真不喝 真不喝得轻一口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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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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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 清晰点吧你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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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不好 陆总 不是 陆总 这个环境实在不适合 我先走吧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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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环境实在不适合 这位好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鱼 喂 美洋 喂 美洋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抱歉 请稍后 您所拨打的电话 请稍后 去吧 我接个电话啊 喂 夏凡吗 您在哪儿啊 您能来接我一下吗 开什么玩笑啊 我跟客户在外面谈事呢 打个车不就行了吗 我不跟你说了啊 你那回头再聊我挂了啊 拜拜 夏凡 夏凡 我早会有病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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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洋 你这是怎么了呀你 有水吗 给给给 走 那个什么 我这个 昨天晚上吧 我赶一文件 我把手机给关了 你可真会挑时候 我都会被狼叼走了 不是 你找不着我 你不会找张无星啊 找他干吗呀 我跟他也没关系了 那咱上车再说啊 走 娘娘 我给你拿着 慢点 慢点 我拿吧 你一酒没睡啊 家里有人也没人管你了 谁喝的水 喝点水 饿不饿 那你 你先睡会儿吧 你看你这脸色 走吧你 我没事 那你起来给我打电话 嗯 有事随时叫我 好 嗯 我走了啊 慢点睡会儿啊 睡会儿啊 不会吧 你在这儿等了一个晚上 腿怎么了 忙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 我昨天晚上接到美洋的电话 什么话也没说就挂断了 然后我回国她也没接 我还打了你的电话 你也没接 她 你能告诉我她怎么了吗 我 我刚给她送回家了 昨 昨天实际上是 美洋参加那个 甲方和老板的聚会 那个老板她喝多了 想占美洋便宜 那美洋没事吧 不 你 你放心 她没事啊 没事啊 昨天主要是她们 那个聚会的地儿在郊外 美洋她自己 大半夜的一个人回来吧 她可能就是害怕 最无数的时候 给你打了个电话 你知道那个甲方的老板是谁吗 你要干吗呀 我可跟你说 美洋是当事人 你要干什么 你得经过她同意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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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干吗呀 美洋 我走 你马上我走 我走哪儿去 要在这儿住得好好的 住得什么好好的 马上我走下班 起来 不是 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 走 我鞋还没穿呢 走啊 走 不是 你干吗呀 你走啊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好好的 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妈 你来得正好 现在您病好了是吧 不需要人照顾了吧 你马上我走下班 离开这个家 你冷静一点 我冷静不了 那你也别着急 有话慢慢说 好好说啊 慢慢说是吧 行 你自己告诉你妈 昨天晚上我在荒郊野岭 给你打电话 你到底在干什么 不是 姑奶奶 我在酒吧喝酒 你没跟我说你在荒郊野岭啊 你 你现在就快走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了 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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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开始 你不要换你这个家笨步 不是 你这孩子怎么 你怎么这样呢 人家美扬给你打电话了 你怎么连知道 不知是一生呢 不是 妈 至于吗 我就喝个酒而已 我在家里这么辛苦了 我出去放松一下 有什么问题吗 你 夏凡 这辈子我都不想再见到你 你这 管美扬 你记住你说的话啊 你以后别拉着我陪你 大儿子对你他演戏 滚 不容忍 不容忍 没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怎么给慕迪说 我自有办法 美扬 你就看在我这张老脸上 能不能再给夏凡一次机会 妈 这些日子您闹也闹了 眼心眼够了 您真的应该很清楚 我跟夏凡不可能再符合了 美扬 妈 我有一件事想求你 你得答应我 你说吧 你说吧 能做到的我尽量 你呢 一定要把目的好好带大 他大了 千万别要像他爹似的 没出息 不信 没啊 你就别送了 我自己走吧 别 妈 这是我给亲戚带的挺重的 我送你到车站吧 妈 妈 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这臭小子 你怎么刚来呀你 你怎么刚来呀 妈 东西我放在这儿了 我先走了 您多保重 这臭小子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你 我跟你做了那么多的事 你就是没把这个好媳妇 给我留下 我们夏家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 你这 少放点辣椒啊 老师 您怎么才来啊 重要情报啊 老师 好 来 来 什么重要情报 你们知道是谁要挖这个 一个叫陆明的人 刚从澳洲回来的 是什么华盛国际品牌 退广公司的老总 你怎么知道啊 我有当侦探的天赋啊 我那天回去我就想啊 你说 关美杨她妹妹们 那天会出现在活动现场 咱们明明没有邀请她呀 对不对 所以我就想到了那天 站在她旁边的哪个男人 很可疑 然后我就找我哥们去查她 查出来 准没错就是她要完毕看 昨 昨天实际上是 美杨参加那个 甲方一个老板的聚会 那个老板他喝多了 想占美杨便宜 这陆明那 你对他还有别的了解吗 我听说他私生活不简点 好像是一个色鬼 他这 他是个阴摩 他跟咱也没关系啊 你 你要 你得弄点有用的 咱们能使得上劲的货色 放心啊 我肯定不会让他得丑的 我要彻底粉碎温莉莉 想迫害我们的阴谋 关小姐 你来了 好 谢谢 一个小礼物 请您消纳 您太客气了 不必了 您好 先生 您需要点什么 美式咖啡 谢谢 好的 大北的啊 这个礼物呢 是给您赔了一道歉 那天晚上 我确实是喝多了点 冒犯了关小姐 还请原谅 既然您都知道您冒犯了我 说明您没喝多啊 你看 你看你 果然在生我的气 那天晚上 我确实是 行为太唐突了 但是我的这个道歉 是真诚的 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 从今往后 你我之间 只有公事 陆总 礼物您收回去吧 不用了 这件事情我们公司说过了 那么这个案子 我们跟您签了合同 我肯定会继续跟进的 以后呢 我希望咱们互相尊重 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好 您好 关小姐果然是快人快人 不过维卡这个事 还需要您尽快推荐啊 好的 先生 可以点餐了吗 关小姐 吃点什么 我吃过了 给我杯柠檬水吧 好的 先生您呢 我来一份菲林牛排吧 来 请稍等 好 这个来个八分数的就好了 好的 小黄 两分数就好了 六号桌的菲林牛排 和柠檬水好了 赶快送我去看看吧 您好 先生 您的菲林牛排 谢谢 您好 先生 您的菲林牛排 谢谢 您好 先生 您的菲林牛排 那我请慢用 那我就不客气了 您请用 好 拜拜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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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